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橘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非常简单好吃的家常甜品 布丁蛋挞 这是做塔皮所需要的材料 黄油室温软化后倒入盆中 再倒入糖粉 打发至黄油颜色稍微发白 然后把全蛋液翻两到三次倒入黄油中进行打发 每打至黄油与全蛋液全部融合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倒入打发 接着一次性把低筋面粉全部筛入盆中 打发器上的黄油咱不能浪费 撒上低筋面粉搓一搓很容易就下来了 用刮刀翻拌至盆中五干粉状态 然后用手进行稍微的揉搓整形 直到盆中的面粉被黄油完全吸收 接着把面团放入模具盆中 从中间向四周按压整形 直到每个地方都厚薄均匀 可以借助底部比较平整的其他容器进行敲打 使这个面团变得更加均匀 最后我们用牙签在面团底部插一些小孔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备用 此时我们来做塔叶 把所有材料倒入盆中搅拌均匀即可 同样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从冰箱取出塔皮放160度烤箱烤20分钟 我们将它取出然后倒入塔叶 再次放入烤箱180度烤30分钟 取出烤好的布丁塔把它放凉 切一小颗草莓放在上方进行点缀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布丁塔甜品就完成了 家里来人的时候都可以露一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